我们多次说过了外环西线要竖起来 要抬升的事情 最近市发展改革委又继续把公可报告已经批复了 所以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 公可通过意味着即将要开工了 其实外环西段来讲是上海比较重要的一段城市快速路 这段的拥堵程度是相当高的 我也是亲身体会 因为无中路出口 草宝路出口 甚至于故带路出口 这一带都是我们非常痛苦的 经常要走的地方 抬升之后相应的交通舒缓一定能够实现的 当然在这些重要的节点 在这些路口 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新的这些效果图已经显现出来了 显然经过抬升 在许多重要的路段 重要的路口 交通改善是必然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真正的这个外环西段的抬升啊 这个工程还显得相当的宏伟 这个立交也好 还是抬升的高价也好 都是比较高的 那在之前有一些地方跨线桥 也保留 在他们的跨线桥上再建 所以现在的基建狂魔不是盖的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工程能够早一点完工 毕竟这个好一个工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都觉得 等他完工的时候 已经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了